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烧烤 那今天呢是一期P图教程 主要是想跟你们分享一下 像这样的高清质感自拍都是怎么P的 第一步在P图之前 你首先要选出一张好看的照片 那如果有习惯开Live的姐妹呢 其实是有个小tips的 就是你可以在翻看照片的时候长按图片 如果其中的某一帧你特别喜欢 那在点击右上角的编辑里 选择最好看的那一帧作为封面 这样在修图软件里打开就是这一帧 那发微博的时候Live的封面也是这一张 那好接下来我们选好图就开始P了 那第一步呢就是要先处理一下皮肤 所以说我们首先先打开Fistone 打开磨皮 然后先把脸上的瑕疵比较严重的地方稍微磨一下 注意这个时候不要磨全脸 因为磨全脸的话就会显得很假 只要处理几处瑕疵比较明显的地方就好了 然后我们来打开美图秀秀 进入人物美化 点击皮肤细节 然后点遮瑕 那遮瑕呢是可以在保留清晰度的同时 是把你脸颊和额头的瑕疵都弄平的 那我这张遮瑕疵是开到了百分百 然后清晰呢是调节你的整个妆容的浓淡 肌理呢是还原你皮肤本身的质感 放大看能看到一些小颗粒在 让人感觉你就是天生好皮肤 其实比起磨皮 我是更加推荐用皮肤细节这个功能 这样修出来的图更加高清有质感一点 那第二步呢就是捏脸 那捏脸呢我一般会打开Face Tune的这个重塑 那这张呢我是眼睛往下看 所以看上去眼睛不是很大 我就把下眼睛拉圆了一点 然后我的鼻子是阴沟鼻 所以我会把鼻翼往小的劈 然后把鼻头往上抬一点 我们再来把额头往下拉一点 把脸颊往里推 显得整个脸比较窄长一点 接下来把颧骨往里推一点 我的颧骨有点太高了 那捏完脸之后呢我们就来还原你本身的妆容 再打开Face Tune的上色功能 但首先来把我这个吃了火锅 有点晕掉的眼线重新描绘一下 你身边帅哥怎么那么多 然后打开磨皮功能 放大放大把你嘴巴上的唇纹都磨掉 再调整一下眉头的间距 因为眉头已经远了 你的鼻子看上去就会变小 然后用它上色的第二个颜色 来抹磨一下你黑眼圈的地方 因为这个颜色它是有一点暖色系的 是非常好 能够中和掉你黑眼圈的颜色 继续用上色里面最浅的那个浅肉粉色 来涂抹一下你的嘴唇上面的阴影 因为我嘴唇太翘了 然后继续涂抹一下你嘴唇边上的暗沉 接下来我们打开美头秀秀的美妆 在里面找到眼妆 睫毛 然后这里面睫毛都特别自然 尤其是往后滑这个仙子毛 哇这个真的太绝了 简直跟我的睫毛真的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那最后的最后呢就是打开FaceTown里的亮白 涂抹一下全脸和脖子 聚集的需求拉一下这个亮白的程度 秒变冷白皮 那现在这张图差不多就修完咯 是不是给人又高清又质感又漂亮的感觉 就是看上去好像没有怎么调 但其实我偷偷花了很多小心思 还是批了蛮多地方的 那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不要忘记给我一键三连哦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咯 大家拜拜